样式新闻的各位网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接着回到我们的直播间 那接下来的直播呢 我们邀请到的是哪位嘉宾呢 佩老师 大家看我身边朱一龙 观众们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朱一龙大家好 应该这么说吧 在今年的这个采访的现场 我给自己定了个目标 就是一定要采访朱一龙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朱一龙啊 属龙 名字里就有个龙 然后是农历的三月初一出生的 我说对不对 对 非常对 那马上到您的这个本命年了 我就特别想知道 12岁的时候您是一个什么样的少年 到了20岁的时候又是怎么样一个青年 然后今年本命年又有什么样的计划 自己12岁的时候 我觉得就是一个篮球少年嘛 那时候酷爱打篮球 然后到24岁的时候 刚刚从电影学院毕业 然后开始进入拍戏这个行业 开始追逐梦想 有了自己明确的目标吧 那对这个今年36的时候 有什么样的计划 对 36了 36就是我觉得这个年纪 自己就是会更从容一些 然后在这个行业里面 我觉得自己更知道 自己想要去拍些什么 然后更想给观众带来一些 什么样的一些作品 所以继续努力继续沉淀吧 好的 那我们来回到这个春晚这个关键词 因为我特别想跟您聊的就是春晚和电影 几次登上春晚了有什么样的印象 那么今年又是个什么样的作品 听说和传统文化有关呢 对 我已经第五次来春晚了 所以有缘第一次您登上春晚的时候 是 一直陪姐采访我的 对 然后这是第五次 这次来到春晚我觉得龙年 然后如果有机会能登上春晚的舞台 又是自己的本命年 跟全国观众拜年 是一件非常荣幸的事情 所以很开心这次能够来春晚 这个节目刚刚陪姐也说了 它在歌词里面有很多传统文化的元素 可以展现我们华夏文明的璀璨 在歌词里面 大家可以到时候可以细续读一下我们的歌词 对 这首歌曲特别的精彩 我相信大家看了之后一定会被吸引 但是一定要注意要看歌词 因为歌词里头内涵太深刻了 确实 那么我们刚说完春晚再接着说另外一个关键词 电影 我也记得一龙曾经说过说 自己希望在中国的电影史上留下自己的名字 那我也曾经有幸在这个厦门举办的 经济奖的颁奖典礼的现场呢 采访了一龙 也见证了他拿到了经济奖的影帝 可以说这个目标已经实现了是不是 其实在这个行业我觉得还早 特别是拍戏这件事情 然后每次面对一个新的角色 新的人物 其实就是一次重新的开始 所以对我对自己的要求 也是希望每次都像新的一样 像初次去做这个行业一样吧 那今年会 去年成绩就很不错嘛 今年应该也会有一些新的作品和大家见面吧 期待一下 对 希望今年能够上映一些作品 因为电影很不一定 对 希望今年能跟大家见面 好的 那现在我们就进入到了网友提问的环节了 接下来又是我的嘴替时间了 那我想替网友们问一问朱一龙 马上本命年了 名字里有龙字 又是本命年属龙 今年过年 家里是不是准备了很多跟龙有关的东西 有一些什么东西可以说一下吗 对 陪姐我们也就是我们家好像就是比如说我妈她跟我说说 其实龙年本命年好像就不要出现太多 好像是 对 所以今年家里可能就不出现跟龙有关系 反而今年可能没有了 对 今年可能没有 对 但是我们会有一些和红色有关的 对 要戴一个红绳 妈妈给系一个红绳什么的 是的 好 那第二个问题 刚才我们陪姐姐说到了这个我们的演戏方面 那朱一龙不仅会演戏 唱歌也好听 还会很多乐器 那到现在为止 想问问都尝试过哪些乐器了 新的一年 有没有想尝试什么新乐器 大家知道我就是 我都会一些皮毛 就不是很精通 然后今年我听到 有些人在现场听过薰的演奏 对 但是特别难 我想尝试一下吧 传统的乐器 对 好的 那我之前说过 朱一龙是凭借这个人生大事啊 拿到了荆棘奖的影帝 在最后这个环节 请您从自己扮演过的这个台词啊 角色的台词 或者是自己演唱的歌中 选几句 送给这个央视新闻的朋友 作为这个本命年的你 也对大家的祝福 可不可以唱几句呢 行 是是 那就唱人生大事的吧 我爱着离合 爱着悲欢 爱着烟火的人世间 对你的眷恋曾让我 婚姻梦前 我爱着战烂的白云天 爱着沉浑的鸣鱼暗 无论命运的贪图够看 都有温暖的夜 太好听了 非常感谢 那就龙年吉祥 龙年吉祥 也祝大家龙年大吉 恭喜 好的 谢谢朱一龙 咱们先